真的是没有想到五花肉多加这一步,这么好吃 又酥又脆,全家人都爱吃,真的是特别好吃 你看准备一条煮的下五花肉,给它切成一元硬币那么厚 加上大块的葱饺,去向的料酒,半勺的生抽,少许的蚝油 再加芝麻紫然辣椒面,这才是好吃的关键 把五花肉给它抓匀,腌制十分钟 打上一颗笨鸡蛋,然后加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现在倒是五花肉九块九,不管炸什么,都是又酥又脆 最后加半勺油,口感会更加的酥脆 家们做这个炸五花肉哈,这个粉不需要太厚 薄薄的一层口感更好,每天都用心的叫做菜 有的话,给胖点一个吧,小胖,谢谢大家 油温呢,给它烧到六层热,然后把五花肉一片一片的下锅炸 全部下锅以后,派中火慢炸,大约需要七分钟 把五花肉炸得干一点,饥荒酥脆了,就好了 又酥又脆,烧烤紫园味,喜欢的赶紧做下来吧 就好了,我们下锅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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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,